《肥立比书》二章一至二节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由一样的心思 由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而门助 上帝赐给我们生命、赦罪之恩和各样的恩典 表明他是那位超乎想象、慷慨待人的上帝 这样在上帝眼中 怎样叫慷慨呢? 69岁的布兰达·勤斯 他在等待肝脏捐赠的名单上 已经一年多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真的很担心移植手术 可能无法及时进行 所以当布兰达知道 很快就轮到自己的时候 真是开心得不得了 但当他得知 有一个年仅23岁的女孩 正在等待肝脏捐赠 否则她的生命就虽易 布兰达不计个人的得失 毅然放弃了她的优先权 他说 如果要我看着这个女孩就这样死了 我也无法坦然地 接受肝脏移植手术 而兴幸的是 医院后来也为布兰达 找到另一位捐赠者 所以她和那个女孩 都能完成换肝手术 当我们看到有人完全不顾自身利益 为他人付出 难免令人惊叹 而主耶稣为那些 谋害过他的人 牺牲自己的生命 又让世人白白地得到赦罪之恩 他那种令人超乎想象 慷慨写己的事迹 更加令人惊讶 我们实在难以理解 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 宽大胸襟 而更让人困惑的是 主耶稣一再鼓励我们 去跟从他 效法他的榜样 在整本圣经都在呼召我们 要甘愿为人欠秘舍己 亦都要慷慨地爱人 就像主耶稣一样 这些邀请 可能会让我们更改既定的行程 或者要支付一些 超过预算的费用 又甚或这里也意味着 我们必须要放弃追求声望 或者放弃对生活品质的种种渴望 看来好像很难做到 但是每当我们鼓起勇气 跟随耶稣的时候 就会发现自己正逐渐拥有这种 超乎想象 慷慨待人的生命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至十七节 对我们说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上传 使你们奉我的命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我这样吩咐你们 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好多谢你收听 由灵命日良事工制作 每月主题信息分享 在这里邀请你 继续收听我们为你挑选 四篇特选零收文章 恩爱而付出 慷慨与喜乐 聪明的投资 以及以富余保不足 盼望当中的分享 和诗歌 能够帮助你 并且鼓励你 在上帝里面 本马选助会 真的一属 祝他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